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兰夏如 感谢收看今天3月12号的宜兰新闻 今天首先带来关心选举后续的消息 这是国民党籍县议员林祈三还有江碧华 因为去年议长选举时跑票 导致国民党议长提名人张建荣落选 党中央日前做出了陈处 决议撤销这两人的党籍 国民党宜兰县党部考核纪律文会 日前决议开除去年正副议长选举 涉嫌跑票的林祈三还有江碧华两位党籍议员 不过处分案送到党中央之后 做出了新的决议改为撤销党籍 对两位议员中央党部的处分 那个稳事实上在1月28号就已经到了我们县党部 他的决议是撤销党籍 撤销党籍的话 那个一年之后就可以申请恢复党籍 如果开除党籍是两年 那我想党中央他应该是 那个全面的去考量这个问题 至于说他为什么会做成 比较缓和的撤销党籍这个决议 那我们完全尊重党中央的意见 针对这两名同志遭到撤销党籍的处分 县党部主委林信华表示遗憾 不过他也强调不排除用任何方式来与这两名议员合作 甚至于整合 那当然过去的事情我并不了解 那未来这个也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我想未来我们还是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合作甚至整合 对此被撤销党籍的林奇三表示 第十八届县议会正副议长选举 县党部并没有任势提名任何人选 因此没有依据可以针对党员做出惩处 他认为这项处分对优秀忠贞的国民党员并不公平 至于张碧华则是因为出国考察 无法得知他的回应 一旦新闻记者赖福星辰报道